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裡是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歷史大考充電站中國史的部分 學測重點是放在宋元明清農業發展 重點是早熟到到每周作物引進 首先我們先來看本單元歷屆學測分析 本單元學測題目分析 近五至十年的試題分析 本單元是考試常考的單元 近五年的學測與指考出現了三次 因此近世以來的農業發展 同學要加以降讀 本單元的重點提示 中國農業從新時期時代開始 出現黃河流域與小米為主 長江流域與稻米為主的農業形態 到了商代以後 蜀、季、賣、稻、耕、耕、耕、 以人力為主 還有多餘的糧食用來釀酒 顯示農業發達 商網有定期集田的儀式 周代進行景田制度 土地是由貴族所擁有 平民為貴族耕種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 出現了重要的改變 主要是工具的改良 如鐵梨與耕牛的出現 農業技術的改良 如肥料、玄種的出現 新辟土地 水利灌溉 如衛國西門報的隱章置業 秦仁鄭國在關中建立的鄭國區 秦國禮賓父子在四川的都江宴等等 帶動了農業的生產 農業生產進步 此外 春秋戰國時期 也出現了齊民編戶的中央集權制度 以應付生產方式和賦稅制度的變化 以及戰爭形態的改變 因此各國政府需要掌握比較確實的戶口數目 西漢時期 經歷秦末大亂 從漢高祖採取與民休息的策略 使得西漢農業 逐步的恢復生產 農業生產技術精進 照過的代田法 與泛勝之的驅田法 以維持地利的方式 進行生耕易諾 此外 西域的新農作物 從絲路輸入中國 如葡萄、胡瓜等植物 東漢以後 雖然曹操實施屯田製 西進實施占田製 但因戰亂平人農業生產受到影響 但是仍有 曹衛馬軍的翻車 引水灌溉 來提升生產 唐朝初年 實施軍田製 使人民有了養生送死的家業 加上政局的穩定 使生產積極性提高了不少 兩宋時期 雖然軍事力量薄弱 但由於宋朝的統治者 願意以稅幣向寮金換取和平 因此 兩宋政局是處於長期安定的狀態 在經濟上 由於氏族的布局 已經轉化為電農 提高了生產意願 再加上 贊成找熟到的推廣種植 以及央馬、龍骨、踏車等農業工具的進步 糧食產量大為增加 尤其是南方的農業鼎盛 有舒常熟天下族的諺語 元朝初年 實施鼓勵生產安撫留民的措施 並在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新修 以及棉花廣泛種植等方面 皆穩定發展 使當時 是自己自足的農業經濟 元代農業 整體生產力較宋代低 主要是 因為13世紀末 曾發生幾次的天災 加上元末群雄並起 帶來動亂 明朝建立後 明太祖實施修養生息政策 使全國的農業生產得到恢復 加上大規模像淮河以北 和四川荒蕪之地 墾荒填充移民 明朝政局雖然歷經內憂外患 大致政局穩定 加上贊成稻的種植已經十分普遍 中期以後 美洲的玉米乾薯等高產量作物 也引進中國 養活當時中國數億的人口 當時亦由於海外貿易的鼎盛 故出現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區域分工的現象 新興的湖廣地區出現了所謂 對胡廣熟天下族的諺語 考前叮嚀 中國農業的發展 考試大都會考 三個時期的農業發展 春秋戰國的農業技術改良 宋代的早熟到 以及明代中業 美洲作物的引進及影響 所以同學千萬不要忽略了本單元的重要性 我們來複習一下 中國歷代的農業發展 從新時系時代分為黃河流域與小米為主 長江流域與稻米為主 到了商周時代 開始以蜀寂賣稻為主 也開始用人力作為耕種的勞動力 西周實施的是貴族所擁有土地的景田制度 春秋戰國則出現了鐵製農具 戰國更普遍的使用 除此之外 還有耕流的出現 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出現等等 到了漢代 西域的新農作物引進中國 如葡萄、胡瓜等等 農業生產技術也跟著進進 如造過的代田法 跟泛勝之的曲田法 魏晉南北朝馬軍的翻車引水灌溉 還有實施了屯田、占田、軍田等等制度 隨唐五代續行軍田制 直到唐代中業 南方農業與水利有高度的進展 宋元農作以稻棉為主 十一世紀引進贊成道 南方農業鼎盛 有書長熟天下族的諺語 明清時代最主要就是 美洲作物的引進 還有出現胡廣熟天下族的諺語 本單元試題解析 某書提到 此物自16世紀引入歐洲後廣為流傳 1604年 英王指出此物惡臭難聞 有愛觀瞻更傷腦部 為避免其進口特別提高關稅 明中業以後 中國也自旅宋引進 開始於閩月等地種植 1637年 明朝政府針對此物下令 如有施種施受者 你斬首施種 兵部尚書卻尚書 皇帝說 遼東氏族 是此若命 建議暫緩實施 請問此物是 A 煙草 B 鴉片 C 咖啡 D 胡椒 本題的答案 正確的答案 應該為 煙草 惡臭難聞 有愛觀瞻傷疾腦部 因此答案便為B 鴉片通常自家中抽 不向煙草來的方便 且氣味難聞 煙草勝過鴉片 重要的是 16世紀 鴉片還未大量流入中國 某一作物在明萬曆年間傳入中國 一畝之收可敵40畝 自明末全國各地到處種植 老壯同志 婦人女子 無不實用 風俗敗壞 此物是 A 甘薯 B 煙草 C 甘蔗 D 鴉片 本題的正確答案應該為B 本題的關鍵是在提干說 自明末各地到處都有種植 而且老壯同志 婦人女子 婦人女子無不實用 風俗 遁壞 指的是煙草 因為16世紀 鴉片還未大量的流入 某一個時期中農民開始 肯荒地 改善灌溉措施 並使用各種益處 也用各種有機肥料以增加農作收穫 逐漸形成定根並獲得土地所有權 這個情況最可能是出現在何時 A 西州前期 B 戰國時期 C 西漢末年 D 魏晉時期 這題的答案應該為B 最主要是春秋戰國時代出現了重要的改變 主要是工具的改良 如鐵梨跟牛的出現 農業技術的改良 如肥料旋種 還有開闢新土地等等 除此之外 水利灌溉 如西門鮑的隱藏置業 秦仁鄭國在關中建立了鄭國渠 秦國禮賓父子在四川的都江宴等等 都帶動了農業生產 近幾世紀以來 長江從一條溫巡的河流 變成一條暴河 每到夏天雨季來臨 動輒洪水為患損害人命 毀壞財物 對於此種現象的解釋 何者較為恰當 A 宋代在長江沿岸開發梯田 導致長江流域的水土保持遭受破壞 B 蒙古人大修運河對長江水系破壞勝劇 導致洪水無法排除 C 明代中後期乾薯等作物的引進 導致長江中游山地過度開發 D 明清兩代開發雲南貴州 導致長江上游的生態遭受到破壞 這題正確答案應該是C或者是D 由於每周引進的乾薯 不需要太好的成長環境就能生長 加上明清時代人口大增 所以呢大量種植乾薯 所以不感到糧食的缺乏 尤其是明清大量移民前往四川等地移動 導致了長江中游大量的開發 導致土石流失 使長江成為一條爆河 今天我們本單元的講解就講解到這裡 祝大家學習愉快